各位灌篮营业中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邓文 是什么契机让您加入到这就是灌篮的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对于我个人对篮球的热爱 其实篮球对于我自己来说还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现在可能虽然打球的时间少了 但是还是想让篮球在自己的身边多出现一点 还是希望能让篮球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快乐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奇迹 从小到大在篮球上的偶像有变化吗 对于篮球的偶像可能比较一直都是一个 对就是可比 所以那也是因为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精神上的支持 和很多看它的比赛的一种感触 所以才有一举这么对它的热爱 他也是你的篮球启蒙偶像吗 第一次 其实我从刚开始看篮球的时候是赶上乔丹的末年 然后 而且我第一次 自己第一次接触篮球也是在五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应该就是97年98年的时候 科比也是刚进联盟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看互人队的比赛 然后就关注到了当时的那个8号 然后就觉得因为很多人也在说 那时候它可能是未来的一个篮球天台 可能是未来的超级巨星 然后其实它年轻的时候刚进联盟时候的篮球的打法就很生猛 从他的第一场比赛投了几个三不战了以后 然后他还是会继续出手 我觉得可能当时那种感觉会莫名的吸引人去观众他 我觉得也就是在9798年的时候 关注到了科比 现在你也不能接受科比离世的现实吧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了 我觉得有这种感觉是因为 是因为可能科比给人带来的那种精神 已经超出他存在与不存在了 我觉得科比的精神是会永远 是会永远印在每一个喜欢他的人的心中 所以对于我来说 虽然有的时候会面对现实的时候 可能我知道科比已经不在了 但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 其实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了